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10月6日 星期二的早上時間 這次繼續有我許樓山 還有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來勤 我是網友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 《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報曬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剛開始想著因為國內放十一黃金周 放相當多的假期 不知道鹽田方面 所有的事件是否等待中 或者可能假期後才慢慢處理 還是怎樣 以為他們都沒什麼聲氣 還是怎樣 12個繼續在國內坐下 大家可以聯絡一下 一起講一下什麼理想 光時都可以 一起講一下自己的過去都可以 誰知道 又有些突發消息有在說 幫他們最熱烈地跟進的 就算有八鄉朱凱迪 還有這個周嘉誠 這個周嘉誠 玩都沒什麼好玩 他們想出一件厲害的事情 很值得 我聽到也覺得很好笑 不如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笑一下 看到這個周嘉誠就擺出來 突發突發的那些 朱凱迪也都將這段影片分享在自己的Facebook 因為一開始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一個網友就PM我 就說這麼低能都能作出的 我立刻看看發生什麼事 我出去以為是假的 接著看到朱凱迪出了個帖子 寫著 我看到什麼事 周嘉誠就弄了一幅地圖出來 接著那個地圖就暗暗的 下面有很多小飛機在那裡 黃色的字在那裡飛 接著就拍著他們那個香港百慕達那裡 接著就畫了一個綠色的線 然後弄了一個圈 不知道繞來繞去還是什麼 接著大家忍著笑 這是一宗最精確作 兩地合作的綁架人質事件 那我就看 哇 這麼厲害 接著下面有個噴射機 噴射機幫你綁架 他們不是坐船的嗎 是坐飛機的嗎 那我再看一看整件事是什麼 我們一起用我們看新聞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有多好笑 好嗎 飛行鳳梅隊 原來當日很容易知道 相關海域附近有巡邏監察 那就好了 咦 這麼厲害 那我就看看發生什麼事 接著周嘉誠 看周嘉誠說什麼 我們一起再說吧 發特發 好像網台節目一樣 好像我們整個做特發 只要說人被失蹤的事情發展是什麼呢 最正確就是綁架事件 綁什麼架呢 他們自己上船的嘛 你已經有蛇頭有成的 你還綁什麼架呢 接著他們就說到這12個人的事件 警方多次強調事情毫不知情 根據他的最新資料是什麼呢 他剛才說飛行服務隊 當日已經知道海域的巡邏監察了 好了 再說一下 為什麼呢 這個叫做飛行服務隊也知道什麼事呢 他說根據最新資料 一隻屬於保安局的飛行服務隊的定液機 在8月23日凌晨4點19分 就在赤立國機場出發 4點半至7點半的時候 就在西貢東龍州果州群島一大盤船 7點半之後就在香港水域界線附近一直繞圈 接著8點14分的早上 即是中國所指的拘捕位置 在那裡附近收隊的 客觀資料 就和香港警方單方面提供的資料 很明顯有很大的出入 既然飛行服務隊當日已經在相關海域附近巡邏 為什麼警方和香港政府一直謊言說謊 毫不知情 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他說香港政府刻意把這12個人送回大陸 從而成為了中國的政治籌碼 這是一種最正確的兩地合作的綁架人質事件 政治籌碼好像不是中國 好像是你的 是的 他們覺得籌碼可以升值還是怎樣 他要再把籌碼升值 我們說一下 他們說起來就說得很好笑 我怕一些網友聽得不太明白究竟是阿密靠賊 他的意思是說飛行服務隊的定液機B-LVB已經凌晨4點半的出發 在那裡一帶已經在飛來飛去飛來飛去的 8點3的時候也曾經在拘捕他的位置出現過的 他覺得飛機在上面飛過的話 就應該知道這艘船的經過 還有知道他們原來是在潛逃的 所以應該一早知道這件事 我們首先假設 就算知道他們駕駛了一艘快艇 逢一身衝出來離港 離開了香港的水域 去到國內的水域 然後飛行服務隊都做不到什麼的 他沒有理由飛過去再去捷擊 或者怎樣是沒有可能的事 沒有理由徘徊 因為他是定液機 定液機一定要向前飛才行 如果他不是在飛他會掉下來 定液機一定要有最低的飛行速度 速度 其實最低的飛行速度都會比船快很多 現實就是 所以他可能見到船 但是他沒有可能圍著船來飛 或者垂直在船上游繩下去 然後就... 這樣就更加沒有可能 因為只有直升機才能做到 定液機才能做到 除非你那些好像亞美利堅那種垂直 垂直升降那種戰鬥機 但是那個人...那個叫什麼 那個人噴東西噴得太厲害了 燒焦了下面的人 好像燒焦了 好像燒焦了 還沒下去 游繩下去 那些人的頭髮已經燒焦了 沒有頭髮 那個人變黑人了 所以這個... 這個不可能 這個實在太好笑了 其實他意思是說 其實是一早知道他們離開這個水域的 我們說回這件事情 他們是自己駕駛那艘船離港的 不是有人驅使 抓住他們 控制了這艘船 他們射過去中國水域的 大家要釐清這件事 那怎麼會是綁架呢 怎麼會是綁架呢 我真的不明白 他們自己綁架 那12個人裡面有兩個人綁架了10個人 10個人 然後就著草 再串下去就應該是... 不好意思 我想說清楚一點點 再串下去的話就是 就是說那兩個就是那個鄧啟賢 和那個喬盈瑜 這兩個蛇頭 原來呢 他再鑿下去就這樣鑿 原來就收了 可能中國的錢 或者收了香港政府的錢 特意哄這10個人上船 接著就飛船去中國 接著就等他們在廣東 被廣東的水警拘捕 再下去你只會這樣鑿 在上面飛過 接著你的船丁屎這麼小 可能雷達也掃到的 就算掃到 看到船近香港和中國水壁交界走 那又怎樣呢 他沒過去的話 其實不可以拘捕他 或者他沒過去的話 只不過可以當他是在香港水壁走的一隻船 其中一個人都說他們是釣魚的 你不讓這12個人一起去釣魚的嗎 你在上面飛過並不代表你是知道下底發生什麼事 可能他們在邊境釣魚 我們喜歡看日出行不行 我們看看有沒有 我眼看可以看看有鯨魚 小沐香琴 小沐香琴也好 看看有沒有中華白海豚 行不行 你不知道的嘛 那有個飛機飛過 我看到那個雷達有個影 那一定是個陰謀 還有你定翼機 你很難這樣看 即是你是看著下面 即是你當作是直升機 可以在旁邊這樣伸出 伸出出去看看外面發生什麼事 即是在下面發生什麼事 那個是定翼機來的大哥 是向前望為主的 好像成龍那樣 可以走上飛機翼那裡 哈哈哈哈 只是拍戲而已 實際不行的 被人放了一件複裤 所以要拔出來 哈哈哈哈 神經病 他們說得越誇張 他的意思是 飛行服務隊一早就知道 這件事 故意看著他們衝出來說 所以 就是有預謀的 所以我們都說了 船是他們那群人自己開的 他們有權選擇他們的路線 你為什麼 看新聞而已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看到上面又有定翼機 嘯嘯嘯嘯在那裡追著 是吧 接著又說見到 又說有船在外面出沒過 朱凱迪又說去過附近 水域有十 即是去阿定 在那裡走一看一會 都有十隻八隻船經過 又有希臘那隻船在附近 你看到這麼乾 這麼熱鬧 還熱鬧過年宵的 是不是 打算寬鬆你來講 你還走 你還走 你還走去那邊做什麼 你傻的 你也知道 如果再走去那邊的話 可能會不會有人篤灰還是怎樣 還有 你們的蛇頭 那兩個蛇頭雖然是身窄的 身窄師兄師姐 大哥 你準備偷渡 是不是都應該要做一做功課 了解一下當時的水域是怎樣 你那個什麼差 偷渡集團 是集團來的 集團式經營 線路網也要做好一點 接著這幫家屬更好笑 就說 沒理由的 過得到那邊 沒理由不知道 就算一催催催催催 他們現在那個 有個理論更好笑 一時就說那個雷達 很慎通廣大的 廣道 他們說那個雷達 一輩子都會看到的 總之有一個小船 都會掃到一點 交那個雷達報告出來 他們這段時間經常說這件事 那突然間就有這件事 哦 一定有人篤灰的 你們一早有漁謀的 如果不是 大海茫茫 怎麼會看到那隻船 懂得中國的水警 怎麼懂得去抓他 一時又說到那個雷達很厲害 什麼都掃到的 一時又說那個雷 一時就說 哦 中國海警那邊就應該 這麼小的船 大海茫茫的 都沒理由見到他 那你覺得雷達 很多時候都是犯了這種 就是自打罪 因為他說那個雷達很厲害 但是一時又說那個雷達很差 總之那個雷達那個強弱呢 就是彈出彈的 他要那個雷達強就是他要那個雷達弱就是弱 他講到 我是這樣看 他總之說 香港的雷達是天下無敵的 中國的雷達是炸貨來的 淘寶貨來的 是不是這樣說 不是吧 有沒有這麼天才 很多旅遊記都是在國內的華強 就是華強北路那邊買這些配備回來的 例如那些什麼指紋手指弓開鎖那些 那邊很便宜很厲害的 大家是不是傻的 就是簡直是厲害到好像超市那樣的 大家有沒有去過 什麼賽格那些 有 你是拿過 地方很大 地方很大 還有很多很先進 還有很便宜 是速度 或者科技方面很厲害 你不相信 還有那個購買程度是怎樣 好像去超市那樣 你入場之前 你拿個買菜籃的那些 差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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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個籃子 你進去掃 都可以 沒錯 那你就可以進去 這樣盡情購物 多有趣 不是購買日用品 是購買這些監察的鏡頭 還是怎樣 就是剛才嘉欣先生所說 警方的雷達很厲害 掃到 連那個船仔 他們的大飛 停了在那裡 嘟嘟嘟的 用手撥過去 都會掃到的 但是中國水警的雷達 什麼都掃不到 沒理由會知道 可能還在打電 可能還在打電報機 我們收到香港那邊的電報 有一架小艇過來 一方向在哪裡 他們當成這樣 中國水警就沒有雷達 那你都說 大海茫茫 怎麼會找到那艘船 這樣那樣的 那麼大海茫茫 的話 你覺得中國水警的雷達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好 才可以安全地航行呢 不過他們的邏輯都沒有一個連貫性的感覺 整件事越講越誇張 我想他們會參考這個三軍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一種棋叫三軍棋 上面有很多兵種 可以抄襲來作這個故事 遲些可能就是要這樣 什麼連女的那些 那些什麼兵種 那些兵種 連獎兵獎都出來了 是啊 整個總司令啊 將軍啊 那些那些 那些 厲害 越講越誇張 然後他就說 他講到這個定疫機 就和這個海面 大概保持一千米的高度 又說了 6點15分的時候 就爬升到兩千米的高度 兩千米的高度 那我假設如果不是雷達 肉眼來説 在機上看回到海面 都不知道你能看見什麼 還有 剛才社長都說了 這個定疫機不是直升機 你不能夾頭出去 向下看 看水面 那是不行的 那你是往前看的 你覺得你能看見什麼呢 兩千尺還是兩千米 兩千米 兩千米很高 你怎會看得到樓下 那一天 那一天 你能看見什麼呢 是嗎 兩千米 即是六千多尺的高空 六千多尺的高空 六千多尺的高空 那應該是 應該是羅松飛機來的 但是 那個速度 都是 就是去到這樣的高度的時候 都是應該很快的了 就是應該看不到 一隻 一隻 一隻中飛 其實那隻是中飛來的 根據我看得到的資訊 應該看不到 是 除非那架定液機上面 有些人拿著一些望遠鏡去看 那就有可能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用肉眼就好像真的難 你用望遠鏡去看 你都很難看 你那天都不知道雲層有多少 又不知道浪有多少 大佬 社長 那我要再講給大家聽了 就算用肉眼看 都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什麼 根據他們所說的那個雷達和定液機 離開 就是在那個離開香港水域之後 或者在空中盤船那個時間 以這個經緯度計算 原來和所謂折獲他們快艇的位置 距離28公里 你拿什麼望遠鏡去看 大哥 你覺得 千里眼 天眼 神經病 之前那個船 那個希臘那個船 肉眼距離我們都講過 距離那裡差不多幾公里 怎麼會看到呢 是不是 看到事情發生的 這樣那樣 5公里 對不起 差不多5公里 現在還誇張 現在28公里 你覺得 你覺得 還要在定液機上 嘶 你覺得定液機可以看到什麼呢 他們上面有人 有天眼通 唯一可以解釋的是 有天眼通 坐在中環也能看到他們 是不是 要不要整個定液機 不過這條路可以 他們作故事 其實 廣東省是一隊特異功能隊 來到香港 一起發工就好像穿越時空 看到沒有 上海灘倒成 上海灘 他們現在不是去了鹽田 他去了1936年的上海 上海灘倒成 最後 把電話放在 八毛達 真的八毛達 怪不得 朱凱迪說那裡是香港的八毛達 神祖已經知道有一個神秘的事件 咦 他們可以做好多節目 不如有去吧 試過八毛達去查 我們再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這麼多 到不夠這位仁興專業 這位仁興 沒有去駕飛機 簡直是航空界之福 譚文浩曾經 握個民航機 相當多年的機師說什麼 他說 BLVB的這隻機 如果距離海面 一千米 距離海面 一千米的高度飛行 對於定翼機來說 是一個較低的高度 可以偵察到海面的目標 一般在進行搜索的時候 機身才會在半空不斷盤旋 巡邏 搜什麼索 搜索還是要徘徊的 不是巡邏去做什麼 尋找海上特別的目標 老實說 定翼機來追截這個大飛 我看見他這樣 在我的定翼機上面 我可以做到什麼呢 是的 可以記住他們的位置 正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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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用定翼機 你說到香港警方 水警的雷達很厲害 會記錄到資料 經常有人公佈雷達的資料 雷達也能掃到他們在哪裡 即使 那要不要用那個敵翼機呢 其實嚴格是想不到的 看過一個報道 就是講內地的水警 和香港的水警 即那個雷達其實是看到 其實看到一點的 那個雷達 一點東西在動的 那你怎麼知道是偷渡還是什麼 偷渡還是走 怎麼知道這麼多 其實是不可能知道這麼多的 有些人說 完全看得到 不是的 因為我的了解就是 就是在內地的水警 它抓這個走私 其實是要靠肉眼去看 肉眼加望遠鏡 雷達沒錯 是看得到一點東西 但是你要看一下 究竟那艘船上面的人 是在做什麼 你都是要靠肉眼去看 因為好像大馬老師說 原來有迫擊炮 這樣做得了 是不是 整個飛機被打兩磅 是不是 我們水警 接著這個談文 還好笑 他說 達定目標 在半空徘徊兩至三個小時 是不是監視這班船的情況 表面看來很大機會 他說 機身一度爬升到兩千米 所以就不排除避免被海上的人士發現 你看不到飛機的 理論上 在飛機裡面的人都看不到你 理論就是這樣 很快就在你身邊經過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他做不到什麼 兩千米 請問 看到這些什麼呢 請問 真的看不到什麼 主要在機上 因為我們都說過好幾次 不是他不可以看著 在下面做什麼 他只不過是離遠 看著 有個船 在雷達到蘇多下面有個船 最多就是 所以越廣越誇 這班人 你這樣就 定逆機 其實我們這裡 定逆機 很多時候就是拍那些 即高空照片 那個相機就會在拍照的 即是在那個 譬如他培會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要拍一些 高空的照片 這樣就高解像 那那個 那艘飛機的圖那個位置 就是有個玻璃的東西 就是有個東西 罩著相機在那裡拍照 那我不知道 現在這個飛行服務隊 那個人是不是做這些 那如果是做到的 如果是做的話 其實飛行服務隊 可以說出來 我們是在那裡做什麼 跟你那些沒有關係 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裡 其實很容易解釋得到 但是 但是 政府是不應該的 為什麼呢 沒有解釋到 有些事情 是應該保持 機密的 不是所有事情都應該公開的 政府做的 就是我自己的 政府它有既定的程序 它有些資訊不公開 我覺得就沒有需要公開 即是你強行去強迫這個行政部門 去不斷公開資訊 那些行政部門 到最後就什麼都做不 就是我自己的原則性 就是講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法院 我就覺得應該可以公開多一點 就是這個司法系統是應該公開多一點 但是你說其他的行政 就是政府的行政部門 那些資訊要公開多少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多事情都是不需要公開的 是沒有必要公開的 是執法部門來的 執法部門 還有牽涉到執法部門的話 還有一些叫做救援那方面 我其實覺得是不應該講的 我們都有講的 這個飛行服務隊其實都跟內部保安有關的 我們給大家一些資訊 其實香港警察有時候會徵用這個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從事各項的工作 包括空運人員 在上空進行交通監察或者通訊等等的工作 此外 交通監察就是要用直升機不是定翼機 是 因為每種機種都有不同的那個叫做功能的 這隻定翼機其實都會有這個可以搜索 可以配合到日常的巡邏服務都可以的 或者偵查這些什麼販毒啊 非法入境啊 或者走私活動啊 或者這個環境污染等等的事件的 剛才首相所說的 這隻定翼機其實經過改裝了之後 已經加入了高質素的空中測量攝影機 可以拍攝來製作地圖 測量填海工程和有關的工作的 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我都試過幫這裡的政府寫一些合約的 就是租一些機 就是用來拍那些高空的照片 但是現在做這件事的飛機改變了很多 現在多了用無人機去做這些 因為那個質素已經提升了很多了 例如看到大疆那些 哇 相當厲害了 所以我們今節就純粹說一下 這個真的相當好笑 就是你看到原來飛行服務隊 也在那裡附近飛過 飛過而已 有升高有降低 然後你就老作就說原來跟警方方面 就夾起來一起送他們過去的 但是到最後那艘快艇那個舵 其實是由那兩個蛇頭控制的 現在涉嫌蛇頭 不知道是不是 那個舵就是他們控制 那哪是他們控制 就不是政府一架飛機可以控制得到 他可能再說下去 原來這個定熱機上面最新的設備 就是要干擾他們 讓他們自己 我控制不了船 為什麼會去那裡 然後就過了 再說下去就是這樣 故事越來越厲害 不如轉行去做編劇吧 或者拍的美劇 Netflix很多這些 就是一聽到這件事 嘩這些 這麼超乎常理 這樣 這麼得人害怕 他講起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你聽到 嘩不是吧 這麼得人害怕 不是很相信 所以還要問這個糊塗謹申 問他為什麼 定熱機來做搜索的 並非做這個救援 剛才我們都說了 其實我們看回民航 就是這個政府飛行服務隊 他們那個網頁自己解釋 這隻機的用途 還有他們保安方面 有些什麼做 其實他們不就是做保安方面 還有其他方面 我只不過是講 假如他們類似 他們所講的什麼什麼巡邏 還是什麼 是會怎樣做 我都要講清楚給大家聽 還好笑 這個胡同計生 完全沒有看資料的 就馬上問他 哇 這個定熱機飛過 會不會有份的 飛行服務隊 因為一般都不會進行這些行常巡邏的 喂 你會看的 那個網頁 那個網頁寫出來 是會有的 這些其實 然後就說 不會沒事 沒事沒有幹 就到處去巡邏吧 會的 會的 其實是會的 有時候是做一些檢查 做一些測量 就是剛才說 剛才葵流山講 就是遠端測量 這些是不時都會做 還有要看看會不會有些不同類型的犯罪活動 可能在水上有些非法打鬧 還是怎樣的 所以 都可能有這些巡邏 又不可以 不方便講給大家聽的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好了 我們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真是相當好笑 跟著這個叫做 新聞一出 令那些家屬都紮紮跳 我們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再講一下這件事 相當好笑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